好了 從學生宿舍開始說 喔對 我唯一我覺得 我在台南有學到的東西就是 我去了同學的宿舍 然後看到同學在修圖 然後因為他把他自己的照片 修得跟外國人一模一樣 哇這超厲害的 我就問他說他這怎麼弄 他就說他用那個Photoshop 然後他是用那個 他是用繪圖板在修 然後他就用那個Photoshop的那個異化 他裡面有一個工具叫異化 他用那個慢慢去拉那個輪廓 很厲害 然後我就說他這怎麼用 然後就教我怎麼弄 然後我就在台南唯一我覺得 學到一個最 現在還是會用的東西就是 Photoshop 所以那時候我應該最 最感謝應該就是那個同學吧 那個同學教我的那個 雖然那個同學平常都不太說話 但是你問他的時候他還是會教你 對 對 對